机场为推动经贸流通活动的重心 而青浦高铁特区正处于桃园机场旁 成为我国新国门 未来将成为北台湾最具规模前瞻性的黄金特区 非常适合以中立桃园市中心或是机场围生活圈的族群 整体青浦高铁特区其面积490公顷 属新竹以北最大的重化区 也是台湾最主要国际机场的所在地 交通上包括连外快速大陆系统 已经运行的台铁高铁桃园国际机场捷运 与将在2025年完工通车的桃园捷运绿线 形成航空层内与桃园市主要都会区的运输轨道缓线 在机场特区旁的市镇就是所谓的国门新市镇 因为它可吸收国际永路的旅客 并迅速转乘运输到台湾各地 更可直达首都台北 而是通八达的交通同时串联起双北与桃园三大城市 清浦高铁特区生活圈在商场百货已有全台第一座 露天美式风格精品outlet滑泰民品城 未来更有贯德环球购物中心 桃园会展中心 国际观光旅馆 横滨八景岛水主管 桃园市立美术馆 桃园流行音乐剧场 IKEA旗舰店等计划 未来清浦地区开发定位为国际经贸文化城 以商务、教育、文化、研发及生态等五大发展走心 大型建设与企业开发案将在2020-2022年间还工营运 清浦渴望成为桃园甚至北台湾商业经贸的明日之星 大型建设与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